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我大概得明白了 他们是黑帮 现在黑帮也和方家联手 足见天皇陛下对清晰灵的重视 倒是还找不到麒麟铁 你我的身家性命 一定明白 我得明白 找到麒麟铁 最关键的是要抓住乔吉尚 但如何能抓住乔吉尚 太队 你容我再想想办法 不不不 你只要照着我的办法去做就可以 这么说 您已经有计划了 你是乔吉尚的杀父仇人 我们只要把你抓起来 张帖告示 用你来换乔吉尚的麒麟铁 我想乔吉尚可能会做这笔脚 难道您真的要这样做吗 要是鹰木将军把我逼急了 我会这么做的 不过在做之前 我还有一条路供你选择 请教 你去把大王村的人都杀了 什么 大王村就在西陵附近 村民一向是第二护陵队 我们两个都吃过他们的亏 依照个屠杀大王村的理由 招示权限 我想就等于是斩断了 乔吉尚的同盟兄弟 他们一定不会坐视不管 只要他们进了大王村 王军会补下天罗帝王 抓住乔吉尚 你们是拿我当诱饵了 都是诱饵 你可以选一样 知道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呀 弟兄们 日本人今天给我们一桩美差 瞧见这个村了吗 日本人说了 烧杀略抢任由你们来做 也就是说日本人怎么干的 你们就怎么干 团长 可咱们都是中国老百姓啊 我知道 咱日本人又说了 谁要是不干就地枪毙 咱这事咱没干过呀 废什么话 没吹吴猪还得见吴猪跑了 把我事不会干 你知道 坏事还他妈我教你吗 别跟他啰嗦 动手吧 喂 咱们长 所有的学债算到我头上 动手 郭队长 郭队长 郭队长啊 你咋来了我这开会 天悠空他疯了 他要学习戴王宗 啥 队长 指导员 唐庄好多百姓 他和我娘 前悠空他娘的事想要干什么 队长 你给我几个人 我先把他杀回去 不行 现在冒冒失失地去 只能增加无畏的伤了 前悠空这样公开行纵 一定是个目的的 你们俩跟我回去 向团长报告情况 等等等等 带上告示 对对对 走 团长说你分析得很对 这个钱玉坤此行一定是有一个很大的阴谋 现在团里已经派侦察员去了大王村了 我心里不舒服 小左的心里一定更不舒服 但是没有办法 这就是对敌斗争的一个残酷性 感情让位理性 作为指导员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則 行了 行了 你别跟我说这些了 这些道理我知道你说得对 如果说不是因为仇恨 我乔记山不会当霸露 不是因为情感 不是因为情感 我的那帮兄弟也不会把脑袋憋在苦腰带上 跟着我这个大少爷下转移 你没有经历过杀父之仇你不明白 我今天接到了一个消息 我父亲失踪了 县里的通知说他有可能被敌人抓走了 你怎么不早说呢 张辉 你还坐这儿赶紧派人找啊 我也没有这个权利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 等待消息 我真不明白你啊 晓霍是你爹呀 你亲爹呀 你心里不着急吗 我急 但是我要忍着 我没法跟你聊了 我扶你 我扶你 你了 你了 我娘 我娘 怎么了 我娘 我娘 队长 我娘不会有事吧 小左 你是因为第一次离开家 想娘了 娘不会有事的 睡吧 我娘 队长 队长 我要保守队长 不是你一个大男人你哭什么 好好说 我想死啊 什么 想死啊 脖儿不是还好好的吗 我爹前一魂带着黄偶的 杀大王的所有都不老乡亲 我就是被前一魂打死的 可妙的 有着这个狗尿的的前一魂 前一魂这个王八蛋 臭家伙 找前一魂报仇去 我把仇 抓住 没有接到命令 哪都不能去 这事儿不对 前一魂那么贪生罢死 这事儿有蹊跷 姚记事 你当了领导真不一样 没叫你乔大队长不高兴呢 自从你当了这个队长 就成天大腕地在张晓慧屁股后面拽开 张晓慧的话 他成了你的圣旨了 可你别忘了 你爹还有我爹的仇还报不报 杀父仇人他就在带王庄 我说过了 没有命令 哪都不能去 是等团长的命令 还是张晓慧的命令 亮亮 说话别这么一人 既然更 小总的仇 在那也报了 就这么我囊囊的 以后谁也敢八路啊 你叫没叫过老太太娘 娘死了你都不报仇 你还是人吗 乔西山 下命令吗 咱们现在就去找钱于昆报仇 我说大家都不要吵了好吗 我们是八路军要轻松命令的 日本鬼子要刨咱祖坟也不能忘 杀父之仇你抛在脑后 兄弟的仇恨你做事不理 我这是提醒你 别忘了祖宗忘了根本 薛亮亮我也提醒你 我说过你 现在的时机不成熟 我不想再无畏地牺牲 什么才叫成熟 钱一昆死俏俏了才叫成熟是吗 大家都听好了 我们是军人 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对 张晓慧经常这么说的吗 张指导员 你怎么知道我记上课呢 你都把他指导成一缩头乌龟了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我心里面也很难过 可是同志们 我们要动脑筋想一想 一贯两面派的钱一昆 为什么会这样肆无忌惮地 把全村的百姓都杀害了 而且还在村里面等着 这是为什么 他就在等着我们去报仇 如果我们要是去了的话 就是中了他的埋伏 我希望大家 一切都能听从组织的命令 就走了 你相信我 你娘的仇 我们一定会报 大伙儿先回宿舍吧 好 不管怎么说 刚才是你太冲动了 我冲动 你杀个仇神战里面天你不冲动 杀小日本就值 给我爹报仇就不值了是吗 再说也不完全是为了我爹 那钱一昆还是罕奸呢 那你这说话像机关枪一样 还连发 我都截不住了 怎么了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谈一点别的 咱俩有别的可了 你这一开口就噎死人 你一决尾巴 我就让你拉什么屎 你一个女孩子 你怎么能这样子说话呢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男孩女孩怎么了都一样 别烦我 走 那 你一个人 亲亲一下 何小姐 你自己的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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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亲自 你自己的亲自 请不要悲伤 也不要哭泣 冬天已经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 伤心的人不止你一个 跟我比起来你 好了 算了 当拔路嘛 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要服从命令 再说了 季三他现在已经是领导了 他这叫旺本 眼里只有张晓慧 我说的话就跟他放 他无情无义 我活得也没滋没味 索性呢就再见 再见 你要干什么去 报仇 报 你 你别跟着我去啊 你也不是个爷们 什么 我不是个爷们 我要不是爷们 这这个世界上 还有几个是男人 你这样子 是深深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 假洋鬼子 你这个人吧 除了嘴平好色 眼高手低之外 别的方面 还挺够意思的 不过吧 我这次去戴王庄 就没打算回来 不打算回来 你要不回来的话 那我以后的认识过得就没滋没味了 要不然这样子 我们现在大力他们商量商量 是吧 你可别别别啊 乔记山要知道了 谁都去不了了 这个也是啊 要不这样吧 我跟你先去 敢吗 这用什么不敢的 这又合适不合适 我告诉你啊 不过呢 在咱们去之前 咱们得合计合计 怎么样呢 才能避开威胁 是吧 比方说 不打算回来 那就不要去了 你不去喽喽 我自己去 话还没说完呢 你看啊 我们可以 猫起来远远地 给他一枪 什么不对啊 这个枪一响 我们也危险了 你不是会飞镖吗 是不是 那枪又跟随着的手 我们偷偷地溜进去 刷一标 疯厚 马上收兵回营 回来让乔继三看看 事情解决 就是这么简单 这么顺利 就这么定了 你盯上 我飞镖 不过我这好久没练了 手有点伸 得练 得练 你当靶子 让我练练 我 我当靶子 这个不太好吧 我 你看我 怎么着 你不愿意是吗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说啊 愿意当我靶子呢 我一抓一把 你信不信 信 我当然信了 可是你看看我 也就乔极山 不把我当女人 看上本姑娘的人多了 看上你的人多 但是都没有用 是废物 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这个靶子 我刀定了 刀定了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走着 走 走 我得先早回铁吧 龟天俊 龟天俊 立切见识 通向大王村的 各条道路 二叔进来 二叔 您还有心思喝酒呢 以十条人命 我现在想想 还磨蹲那植树 你还没看明白 咱赶紧撤吧 撤出去就是死路一条 你还没看明白 这是日本人 给咱使的损招 他是借咱们的刀 杀咱们的人 道次弟兄们 该吃食该喝喝 就等着八路军来报仇 我都没想到 咱汇来汇去 都成了日本 吊八路的耳了 我说二叔 咱可千万 别把命混没了 二叔我心里有说 等张文通那老不死 破解了麒麟铁的命 咱们就远走 狗飞 相位爷们 罗富贵 你抖什么抖 你不相信我 不是不是不是 其实我是一点都不害怕的了 不过我想的这个板呢 放在地上也一样可以裂的 就放在地上好了 不行不行 我杀钱一困的时候 钱一困能站在地上让我杀他呀 他跑着呢 你得跑起来 顾顾会跑起来 不是 我突然想到啊 其实这个报酬呢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我们要冲堂记忆 冲堂记忆 再说了 兄弟们还在等着你的 我们先回去 好吧 你这个怂宝 你还陪我练不练 练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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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练练练 我可以陪你练的呀 但是 乔吉祥 你回来 乔吉祥 你给我回来 你要干什么去啊 乔吉祥 你叫什么 你干什么去 薛练了不见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他肯定是去大王村 找钱一份报仇去了 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啊 你要过去救他是吗 你现在过去 那不是白白送死吗 送死我也要去 我跟他从小一块儿等他 我们俩说过了同声共词 我就是死 我要跟他死在一起 他是我最好的兄弟 最好的兄弟 你知道吗 你还记得我们的 阅法三章吗 我记得 第一 我没有擅自行动 我跟你说了 第二 我不是去报仇 我是去救人掌握 第三 第三 你没说呀 我现在说 你跟我回去 乔吉祥 你用你的理智 好好地想一想 亮亮就算是行动 也不可能在这种 大白天去行动呀 对不对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 是去找团长 把这件事情跟他说了 好好地去部署一下 这样呢 也不会耽误去营救亮亮 你这样贸然去行动 那你和亮亮的生命 你可能都会搭在大王村里 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赶紧去团部吧 亮亮 亮亮 我们先回去吧 啊 啊 一起长大 啊 一起长大 同生共死 别想那么多了 先回去吧啊 亮亮 亮亮 他们刚才那话 你已经听见了什么了 你可千万把他去冒险 是吧 我就是听见他们的话了 我才不要去 傅伟哥 你快回去跟我机山哥说一声 误会他了 还有 我一定亲自杀了钱玉坤 棒棒棒棒 你哪里是钱玉坤的对手啊 我怎么不是他对手了 我一标杀不了他 我一枪也杀得了他了 你不能用枪的 你想想啊 四周埋伏全是鬼之兵 你枪一枪 他们全过来了 你怎么跑啊 我跟你讲 这个必须得用标 用冷兵器才是最合适的 我跟你讲这些个子 我跟我回去 我就没打算回来 你回去吧 你不回去 那我也不回去了 干嘛非要跟我一块儿去送死啊 你跟我回去 那我们俩都活了 你想死想活你随便啊 但是你要跟着我的话 肯定是死路一条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 要死的话大家一起死好了 我死了没关系啊 反正我活着没人稀罕 你不还是有女戏子惦记呢 停停停 徐粮粮我跟你讲 以后谁也要提起这个人 我就跟谁急 抽什么疯啊 疯啊 对啊 我 我受其此大பட 我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疯 罢了罢了 今天啊 我就跟着你一起疯 撒汉剑 小美气 钱玉坤和鬼子 他们目前的目的 就是你乔气山和麒麟亭 这薛亮亮单枪匹马被人抓了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那也只能怪你约束了一步墙的 你还好意思在我跟进房牢骚 团长 这教育一名新战士 总得给我们一点时间呀 对呀 俩倒是一唱一鹤了 各位团长 剑刀班在戴王村侦查奋回 发现戴王村树林的附近 埋伏着大批的鬼子 总数不小于二百五十人了 要是 咱们要是带着部队过去救人 这不往枪口上撞吗 团长 那乡亲们的仇就这样算了 不能算 钱玉坤干尽了 这丧尽天良的坏事 必须受到承诺 小警察 到 我命令你凌晨两点出发 直奔带王村 直接寻找战机 争取歼灭钱玉坤救出宣战 点点钱 射出战斗 是 秦卫连已经去了 你记住 千万不能过连战 你多耽搁一分钟 那秦卫连的战士 就会多吸射体名 团长 你就放心吧 晓卫 走 给他 走 通知二十三营 配备重武器 随时准备出发 是 怎么着 我说二十狗都都是无果之中吧 我还是要等一等啊 再等一等 等他们喝得差不多了 再进去 这样子的发护性比较大 算数啊 二叔跟你说句实话 今天我这酒喝得不痛快 我是给自个儿壮胆的 我害怕 这日本人 太狠了 让咱们 杀了那么多的人 咱们现在 真成了沾满鲜血的 罕奸了 可问题是 他们要是不 咱们就得死 我是看明白了 我的心条就是 我宁赴天下人 也不让天下人复活 六三 你给我记住了 要想成大事 就得有点狠劲 要学白脸草草 干 小叔 你少喝点 为什么 我是怕 就万一什么时候八路咋过来 八路 八路来吧 来了可就回不去 周围埋伏的可都是日本人 八路来一个 就被俯一个 满啊 快点啊 快点啊 这就喝到这会儿 我 我才有点想你 马上 马上 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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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他们再喝多一点 再喝多喝一点 你们可是师妹才亮 你 你 有资格给我杀 滚 二叔 真是那么贼 给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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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子弹 你会不会有的 他们好像没子弹了 好 薛亮亮你个臭丫头 给我抓活的 打 到 打 救马路 眼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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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儿 亮亮 我要杀了钱一块 不从命令要买老子军阀同事 不要说了 撤 消灭八路军 火转抄击杀 弟兄们 我们援金到了 给我打 谁快给我出来 金山哥 一个反冲锋 一定能杀了捷一块 队长 我要报仇 我知道你们心里难受 我他娘的心里也难受 可是你们知道吗 警卫连现在扛着将近三百个怪子 咱们要接着缠道下去的话 警卫连就全军覆没了 你们人心吗 人心吗 赶紧走啊 队长的话都听见了吗 都得两个撤 撤 撤 走啊 道令 带一半二转掩护 一半二转掩护 一半二转掩护 先走 走 让我撤 撤 撤 队长 突击得从弹王中撤出战斗 来发动一次反中风 咱们撤 好 好 金山哥 就差五分钟 一定能拿下钱于昆的脑袋 再多耽搁五分钟会死多少干事 等着接手处理吧 处理我 凭什么呀 你要关我禁闭是吗 那你下命呢吧 不敢杀钱于昆跟自己人 要我喝溜的 这 这算什么本事 薛亮亮 擅自离队是违反纪律的 我为了谁呀 我杀了钱于昆 你心里就踏实了 就不用再为报仇违反纪律了 小慧和张晓慧履行你们 约法三章的诺言了 你是队长 你不能违反纪律 我来违反呗 大不了关我禁闭呗 要不是你说 咱俩一起长大同生共死 我才不去替你背这个黑锅 你是怎么知道的 甭管了 你就说关几天禁闭吧 好了好了 不要再说了 老大 要我说 亮亮她也是为了你啊 是吧 鸡山 你跟 亮亮 你们回来就太好了 大虎 受伤了 大虎哥 对不起 都怪我坏剧率 没事 小伤 战场上不留血挂草 算什么战事 你们能回来 就比什么都强 漏草打醋的啊 好的 我搅换 靠了你 你们怎么有这羊涝了 大虎 你伤得重不重 没事 小伤 这突然被这么多人关心 还有点不习惯了 谢谢你 自己胸 只要亮亮她们没事 那就行 大虎哥 谢谢你 走 回他们多 开门 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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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挺住 挺住 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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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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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嫂 你的 伤势如何 我太 泰军 前团长昨天身负重伤 还差点让飞刀 削掉了一只耳朵 钱嫂 你马上回去 到黄军的医院养伤 瞧几事 抓住没有 在黄军追击的途中 遭到了足迹 我们伤亡惨重啊 我怎么 我怎么回去 向鹰母将军交代啊 这个你得不用操心 我会向鹰母将军谢罪 你好好养伤吧 谢太军 甘纲 军 干了 表达 你们 蜜红白 来 队长 李珊 小会儿 大伙都好了 游戏队已经顺利撤回驻地 无疑袁伤亡 好 这一让打得真好 瞧瞧 队长 薛亮亮擅自离队的问题 给你看怎么办 你是队友 这事你处理 但是啊 有一点 还是以教育为主 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 就是保卫清晰灵 绝不能让小鬼子得偿 小会儿 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上来 为了能够更好地 保卫这个清晰灵 我想应该对它的历史 地理环境 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 你爹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想请他老人家 过来给大伙赏上课 厂长 他爹失踪了 据城里的通知说 很有可能是被敌人抓了 怎么能够早说呢 因为现在消息也不是很确定 对啊 收拾一下 马上进城打探消息 如果情况收拾 及时汇报 马上扬右 是 走了 老朵 看我这外袜子 比你这三个大盖儿微风吧 这好使你不会用的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星座的 什么玩意儿星座的 我 星座的改良了 顺敏啊 先别我了 我先说两句 正好大伙都在啊 我说几个事 有什么可说的呀 我就说怎么处罚我 灌我禁闭呗 关几天说呗 别算了 罗夫棍 老夫棍 不管罗夫棍的事啊 是我用抓着他去的 夫棍 你一会儿跟顺敏呢 去后勤处补充一下弹药 好 其他同志跟大力一起训练 我跟指导员去趟城 我呢 到底关多少天呀 希望你吸取教训 引以为解 一定 一定 来 所有正事 训练场 走 走 希望你 别 别洗了 我说你这个脑子 是不是进水了 他的意思就是 一天都不用关 你看 小的话 不管了 别人瞄 英文将军 属下对本次作战的失利 负全部责任 景尚军 你已经尽力了 我不会责怪你 况且 我们的滕野军 已经有了更加高明的办法 景尚军 黑龙会的成员到了一线 我们的行动就要开始了 请你撤回你的部队 并且帮我找一处安静的 没有人打搅的处所 不知道 属下的司令部 可不可以 不 我已经看中一处宅院 一元 英武将军 滕野先生 这所院子的主人已经搬走 现在这里十分安全 周围都有皇军把守 要是取得了麒麟帖 再得到了麒麟宝丧 我保证你在东京 有一模一样的宅子 谢将军 警尚军 这里不准任何人进来 包括钱玉坤 张老先生 考虑得怎么样了 你看 你只要帮我破解了麒麟帖的秘密 我就保证 让你一辈子吃喝不愁 你还不信啊 我可以用我的人格单吗 狗还有人格呀 那好 我没有人格 那我就用皮鞭子来担保 成吗 你只要说了 我就不打你 你如果不说 我死里打 秦魂 这是怎么了 可惜呀 打坏了 你都这种境地了 还笑话活 那好 六子 好好地伺候伺候张老先生 让他知道一下 是他的嘴硬 还是我们的刑具硬 嗯 走吧 列伤 放文媳 令尊已经被请到保安团做客 我带你赴如上滨 盼你与珊儿到保安团一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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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